港湖女神在年輕世代擁有高人氣 台北市議員高嘉瑜 即將被民進黨徵召選港湖立委 一直看媒體才知道 但是有先徵詢過說 如果被徵召參選的話 意願怎麼樣 就傳統而言 當然藍大於綠的選區 本身先天上條件 確實就比較辛苦 當然是有信心 能夠集結所有的第三勢力 真的不好選 因為這一區過去一向藍大於綠 國民黨現任立委黎艷秀 也積極拼連任 高嘉瑜能否靠深入基層 加上網路聲量成功突圍 具有指標性意義 綠營在北市 兼困選區布局大致底定 同樣也是美女 民進黨議員許淑華 將被徵召選松山信義 PK的是國民黨立委沸鴻泰 然而這一區除了對抗藍營 還有和時代力量整合問題 提名小組開完會以後 大概就通知 其實從中到尾沒有里浪兩個字 從中到尾黨主席都告訴我 其實我們只是把這個時間拉長 然後來跟這個時代力量來做一些溝通 綠營佈局2020國會勢力 這次不只打美女牌 看中吳藝農高學歷 渴望對戰國民黨蔣萬安 雙帥對決 消息一出引發話題 綠營出奇兵 讓形象清新新世代 批掛上陣 讓監困選區有不一樣的可能性 增加贏的機率 三立新聞潘建華 徐敏娟 台北採訪報導 請回答 請回答 請回答